捞着 爷 我的话你都不听 你还当我是爷吗 爷 我突然想到了 如果他们真的打了起来的话 那街坊的安宁 街坊的安宁 要你操心啊 你在街上走一趟 这全身鼓鼓的 搞不好 弄得男的要离婚 女的要拼命哦 你呀 又来了 没这正经的 正经的在肚子里 一个严肖出身 非贼即盗 他横行侍井 去他的 你呀 帮主 我去把他拉回来 不用了 帮主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劝什么 什么都不说 大街心难看嘛 做的是李进 毁的是盐帮 难看的是陈怀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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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到 快请 是 什么时候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过来 哦 请用茶 四爷 您今天这么晚来是 我都知道了 四爷见笑了 朋友不看极难 曹帮不动 洪秀昭上门 全城在看我盐帮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半夜开香堂 处置李进 向全城全帮告罪 可是李进 我下不了手 我走一趟 劝他 保他 那我陈怀秀 向您磕头了 什么话 快点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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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郡 一个盐霄出身 非贼即盗 平日横行事迹 今天晚上你破坏治安 扰人街坊 反了你们 我等河豚 等谁也不行 等皇帝老子也不行 警察 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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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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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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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啊 怪不得我觉得他们的打法不一样 对呀 明明是官兵 怎么会变成喇嘛了呢 喇嘛 喇嘛会管这种事情 难道除了盐曹两帮之外 还有喇嘛帮吗 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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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礼机 带礼机 走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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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头 恶性未收 高傲不训 打 跪下 坐 李靖 我听着官家如父母 黎民继子弟 打你是法度 你太目无王法了吧 当街一座 商家上门百姓庇护 搞得陆广人稀 萧瑟一片 我责骂你是为了什么 都爷 都爷 盐草两帮 势同水火 由来已久 于今为列 都府与周县 尊尊善诱 平辅争端 你们也该之所报答 之所孝敬啊 杀你 你罪不至死 管你吗 你又是个问题的人物 放了你 你出去又打 真难为我这个都爷了 怎么办 你跟你兄弟看着办吧 管事 管事 帮主 打电出来了 怎么了 当堂都爷口服不紧 怎么查到的 兄弟的兄弟正好占班 索拉王那堂过了没有 帮主是说 有没有用过大刑啊 带话的人说 板子是有的 夹棍没上 硬伤 见了红 见了红 你是打的血 还是吐的血啊 没问 传话的人说 见了红挂了采 见了红挂了采 作的 打的是李进 朽的是盐帮 笑话的是江湖 盐帮掌堂 一顿乱棍打出血来 往后兄弟们怎么混呢 李进你是个汉子 有没有替兄弟们想过 其实这也没什么 牢房里也一定还有曹帮的人 官是官 明是明 江湖是江湖 不要提到官子 官是什么 官权是什么 我们少孝敬了吗 盐曹总督一手捏盐 一手捏曹 我们敢少一个铜板 敢持一天吗 抓到堂上就打 李进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 打得贱红挂财 难道你就吃定了盐帮 堪死盐帮了 你这总督可以盖一辈子就狠一辈子 死在任上 那我陈怀秀就认了命了 帮主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把内伤跟外伤的药弄进牢去给李进 李进弄进去了 带话给李进叫他安稳地坐牢 心平了气消了 教训也该得到了 告诉邦里的兄弟 就算天牢也得把李进弄出来 是 其他的事情再想办法 就算牺牲几个兄弟 都无所谓 李进可以赴盐帮 盐帮绝不赴李进 带话给江陀 曹邦 李进做奸是因为和藤 江陀的心里头应该明白 现在盐帮少了李进 就等于少条胳膊缺条腿 曹邦可以看笑话 但是不要落井下石 江湖大家走都会有闪失 都会有长短 曹邦也好 盐帮也好 多少留个义字 不要把路走绝了 把我的话传下去 是 陈坤 帮主 关于一四爷入邦的事 你联络各路兄弟 沟通一下 门敞得大 路才走得远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道理我懂 嗯 还有 用你们兄弟的名义 弄些吃的东西 给李进带进去 会的 下去 是 李进 盐帮有人来看你了 快点 谢谢啊 谢谢啊 李爷 饭菜给你带来了 帮主说让你在里头 安稳坐牢 我们会来救你的 放屁 什么他妈的安稳坐牢 我安稳不了 我心不平 我气不消 我跟他妈掉在油锅里面一样 告诉帮主 我李进得到的教训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告诉陈怀秀 李爷你 你不要讲 听我讲 在荒山汉地 跑岩有我 护帮打杀有我 鞍前马后有我 我一个人在红袖招的时候 你们忍呢 帮助他 他 他这忙着他的政事 他忙着跟那个四爷 不清不楚地来往 用得着我李进 叫一声掌堂 用不着一团狗屎 李爷你 把我的话带回去 叫帮你的人都不用来看我 这些菜你就吃了吧 拿走 是 李爷 这么好的饭菜 让您扔到地上 全都糟蹋了 怎么这么大的火 火都爷的唐威火不起 没给您上夹棍 就是天大的面子了 民不跟官斗啊 滚一边去 李爷 这话可就中了 你在炎 我在曹 眼前呢是供个患难 我知道你火何腾 人家不过跟你开了几句玩笑 你就跟人家撒野叫阵 要不是有我们江老爷子 何腾真跟你对上 胜负还很难说呢 小九 我很烦 你住嘴 我知道您烦什么 李爷 不该讲的我不讲 小九就这点懂了 你讲啊 你讲 你帮你传的什么话 你讲啊 不光我们帮你说的 其他人都知道啊 知道什么 人家说 只有胖小妞儿勾姑娘的 你李也可行了 胖帮主勾陈槐秀 陈槐秀亦有了个男人 你就觉得自己 戴上了绿帽子 吃了非错 是啊 明里你是对何腾 其实啊 你对的是你们那个帮主 和他的那个男人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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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姐姐 对你妈 对你爷爷 对你舅舅 别打现在手啊 我小九 你是有名有信的 你连打我几下 我可都没有还手 你还吗 你小九在乎什么了 你还呢 还 不 姜老爷子把话递进来了 什么话 姜老爷子说 在外面 言曹各走各的 在牢里 就得互相照应着 尤其是您李爷 是盐帮的长堂 是有椅子坐的一个人物 所以 我们得要有礼说 谢了 太监外来 李爷 如果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至于和腾嘛 你们也是从小混大的 他 还没那个资格 冤有口 债有主 我要去看看陈怀秀 李进坐牢 盐帮的气势就杀了一半 陈怀秀要面对着曹邦 都雅和江南的黑白两道 够他瘦的了 是啊 称之盐帮说起来 是一个帮主 一个长堂 一个管事 是顶足而三的 现在缺少了一个李进 那陈怀秀还真的好好的 用心应变 他怎么个用心应变法呢 万岁爷 曹大人 我们小看陈怀秀了 怎么说 陈怀秀是何等人物啊 他用心应变 变还没变 就把心用下去了 哦 万岁爷 陈怀秀常常有意无意地 邀您入盐帮 在紧急的时候 在平常的时候 他就提出入盐帮的事 只是那都是在李进坐牢之前 在变局没变之前 在我看 我不好讲 讲嘛 在你看怎么样呢 他邀您去汉湖 就已经为应变走出第一步了 这 只有陈怀秀知道 他和李进的关系 迟早要变 而且一天比一天逼近 除非陈怀秀答应他的追求 或者是根本没有一个第三者出现 陈怀秀有这么深的心迹吗 不是心迹 是一步一步走成这样子的 可是直到现在 陈怀秀还不知道四爷是什么人 他这样应变不显了点吗 不管四爷是什么样的人物 从应对上 从人品上 从功夫上 李进根本没办法比的 这就够了 对对对对 虽然四爷平常也嬉笑怒骂 可是轻重陈怀秀心里面会感觉得到 尤其是他自小出身江湖 人物见多了 什么样的人哪 一见面心里面就有个点 看我们万岁爷 看我们四爷 随便到街上拉一个人来问 他们一定会说 这个人人品贵重 超义不群呢 乱拍马屁 万岁爷 所以他要您去汉湖 您去了汉湖 就见了他人情 现在盐帮内外交逼 虽然陈怀秀他没有向您求援 可是他也知道您绝对不会置身事外 你猜错了 我就是要置身事外 置身事外 我们来江南 不是为了一个人 或是哪一桩案子 我们来江南是有用意的 用意就是要 叩彻民情 平查官风 我们不能钻在一条巷子里跳不出来 那我们看见的只是一条巷子 所谓置身事外 就是要从巷子里跳出来 才能看到江南看全局 好啊 我们不是在说李静坐牢的事吗 那就简单了 只要曹大人呢动一动拇指 那李静不就可以保出来了吗 这容易啊 君基大臣保个人 管他黑白两道都不费劲 不不不 李静在牢里也有好处 好处? 李静在牢里 就可以看出 因为这个人而产生的影响 看出盐帮曹帮都雅 几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纠葛在哪里 厉害在哪里 用心在哪里 可以下次见 不过本人有趣的观众 然后大器人